凌晨2點多 男子出現在畫面中 接著打開車門進到裡頭 還神態自若 在車內翻響倒櫃 不過他不是在找東西 而是正在行切 誇張的是離開後 他又轉往別處 這次從門窗進到屋內 又是一陣搜刮 等到天亮被害人報警 才知道都是同一個人 經過巡線追查 警方最後在苗栗一間 汽車旅館 逮捕到27歲的黃心貫切 第一時間他還想反抗 但發現遭優勢警力包圍 最後只能乖乖配合 來 先拍 你不要滾流 我配合你 你不要滾流 因為警方除了找到 作案醫務以及車輛 還在車上找到各種毒品 讓他百口莫辯 重點是他明明是北部人 卻開著租賃車到處亂跑 原來他還趁機偷遍全台 發現竊險是深夜駕駛住立車行竊 調查後發現黃險流竄期間 令社新北台東及苗栗地區等多起竊案 得手近40萬元 經花費待盡 原來嫌犯偷來的錢都花在購買毒品 而且還自作聰明 靠著住立車在不同縣市犯案 甚至躲到汽車旅館 就是為了製造斷點 沒想到人被警方揪出 如今還有在哪些縣市犯案 也要來一一查個清楚 TVBS新聞檢大城 宜蘭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